改名字需要哪些证明 要走哪些流程 慢一点 那你自己下去 慢慢走不要跑 跑会摔跤的 要不要扶你 你自己能下去吗 牵着我的手 好痒了 好痒没事 这个草而已 那我背你吧 我们家的稻谷 现在已经开花了 长高了 还可以 这个地方还长得比较好 但是我们家还有一些鸡 还有几个鸡 几个母鸡在下蛋 它不是很听话 老是会来咬我们家的稻谷 因为稻谷长大了 长高了 它就 种了就往下掉 像种 长得矮的地方 鸡一身脖子就可以咬到了 就可以吃到了 所以把我们家的鸡卷 重新围一下 虽然没有几个了 但是 它们还是 挺能捣乱的 围一下 这样它就跑不出来 搞不坏了 等到我们打了骨子 再把它放出来 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 我家的小汤圆 名字已经改了 但是改名字之后 需要把户口本上面的名字 老名字给它换下来 今天进城的计划 趁着这个空档呢 我到我们这个镇上 户籍办理处来咨询一下 看这个办理副口 改名字需要哪些证明 要走哪些流程 现在等一下 他们马上就要上班了 我们找一下我们的副口 来去咨询一下 解分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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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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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碰到一个熟人 他跟我们讲 改户口可能要 小孩子要带过来 然后还要户口本 身份证 结分证 还要准生证 还有出生证明 就所有的证件都要带过来 才能够把它办好 但是还是再上来 亲口问一下 看吧 这样子更加的确定 刚刚咨询过了 其实他说的也挺简单的 就是父母的身份证 我们三个人的副口 小孩子也要过来 然后还要出生证 再来一个就是要写一份书面申请 这份申请呢 不能写关迷信方面的 不要说因为迷信才改的名字 就可以了 现在回家准备 过两天带他过来把名字改好了 你来啦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找点水果来吃 有一种鸡太热 我要吃黄瓜 好的好的给你吃黄瓜 我吃西瓜你吃黄瓜 哇这个西瓜真的好漂亮咯 你们看一下 没有紫紫的 五紫西瓜 而且皮又薄 好不好 那是西瓜还是黄瓜 我那是黄瓜 那是两个黄瓜给你吃 黄瓜 黄瓜不用削皮 嗯 嗯 那每个黄瓜 多啊 那个刀 那香皮都不要倒了 嘿嘿 嗯 要吃到 要黄瓜啊 要西瓜 要西瓜 那你吃个西瓜 你吃黄瓜 黄瓜就不甜了 你知道吗 今天买了2块58肉 嗯 好漂亮 这个58肉 现在呢 肉价其实也不算费 16块钱一斤 586 但是每年的 快过年的时候 肉价就上涨了 嗯 嘿嘿 这块肉要是拿来做腊肉啊 或是拿来做腌酸肉 绝对是精品 肥瘦相间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哎呀 再加点酱料 分头来一点 妈妈 哎哟 谢谢 哎 哎哟 哎哟 好 好像我们这里有一个公鸡 母鸡 在这里下蛋 还在这里睡觉呀 为鸡建了个新房子 结果鸡就迷路了 找不到回家的路 我公公现在把它们 找出来 送到窝里面去 送到他们的鸡卷里面去 都是躲在这个草堆里面睡觉的 抓到了 抓到一只 这个也是台湾老鸭 你看嘛 他要穿西装 打领带 屁股一摇一摇的 来 看爷爷拿来吃饭 来 看爷爷拿来吃饭 就看你的爷爷拿来吃饭 快点吧 这个是烤鸭就是要吃鸡的 嗯 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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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